哎呀 哎呀 哎 不捨樹的 這裡可是昆仑禁帝 打擾了他老人家秦修 恐怕你回去不好交代 殿下 他說的沒錯 這原始天尊 連你爹玉帝 也要讓他三分 出了事 我頂著 昆仑禁帝不可造次 我頂著 殿下 我們還是走吧 那他呢 他 他又不是天廷重犯 不要理會他 天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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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禁免禁 這兒就有本帥守著 你們上山幫打金屋吧 是 好不好吃啊 嗯 但是有心事就好 我找了很久都沒有找到 不然我再去跟你找找吧 快點 我我我我 壞了 楊姐來了 他拉了一個人 來 怎麼辦 他在看他 怎麼辦啊 我哥 我哥 啊 怎麼了 我想到了 有個地方他們一定找不到 在哪 快說 就是離這裡太遠 幾十里山路 要不我們爬雲過去吧 爬雲一定會被他們發現的 可是我們沒有爬雲 我們就是 可是也可以 哎呀 不懂了 什麼事 我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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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 啊 啊 啊 嘘 這是什麼地方啊 你們在我的肚子裡 我們被你吃了 不錯 那你 你們看到的只是我的原神 嚇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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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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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五哥 五哥 五哥 嚇死我 不是你殺啊五哥 不殺他可以 但你必須做我的老婆 不行 那你們都得死 老婆 她 外邊有一個絕世美女 絕世美女 比她漂亮一千倍 一萬倍 你看 這身材 這眼神 這鼻子 還沒退化成人形呢 我覺得你鼻子應該挺明的吧 你就聞不著一股 胡椒味 要是這樣你還不嫌棄 你把她拿走 我 離開 站住 絕世美女在哪兒 她哥哥就在外面 找到她哥哥 就能找到那個 絕世美女 好 我可以放了你們 但是你們要幫我做兩件事 講 出了洞口 上方山崖上 有一道靈符 幫我接下來 再去幫我把那個絕世美女的哥哥 引到這兒來 看到那張封條了嗎 看到了 快去把她接下來 好 小妹妹幹得好 快去把美女的哥哥引過來 我不知道她們在哪兒 快去找 快去找 你看 你聽 好功夫 快去找 繼續睡 繼續睡 站住 站住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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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了我來了我來了 我來了 我這是幹什麼呀 這不是難為我嗎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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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訪他們兄妹二人 就有可能露餡 不抓吧 這到日子 還得被 別嚇唤啊 他 他 他 是你喊的 我喊的 他們 從從那邊走了 在你面前都抓不住 大殿下 你可看清楚啊 這可就我一個人啊 這這山上九萬人馬呢 你是不是 嗯 叔叔 我 我可沒別的意思啊 你從來 快點 坐對 你掉不動 你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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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怎么跑他们不好追 我干什么要用来喊 闹鬼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在被他们追啊 我明明看见你被杀了 装的 你骗人了 对不起啊 这小姑娘不实在 我知道有个地方他们一定找不到 小姑娘的话不可信的 那你在这儿等吧 后会有机 小心去 走 等一下 你带我们来这边 是什么意思啊 喂 快出来啊 喂 快出来啊 喂 快出来啊 这 这不不是 您想把爹丢的那颗龙珠 你带想把天眼给了你 他就是爹急的儿子 他就是爹急的儿子 爹急犯了电梗被抓上去了 他爹跟他大哥都被天命殿娘给杀了 哈哈哈哈 姚姬啊姚姬 没想到你比我还惨啊 哦 原来是玉帝的外甥啊 你这么说 外面不识数的那个 岂不是你大表哥 能跑哪去啊 回到这里头 吻死哈烫死我了 吻死哈烫死了 三水神椒 没错 殿下 现在我们要抓住他 就没法交差了 怎么说 连你都差点让他吃了 那玉顶跟杨检他们 一定是已经被他吃了 对不对 二弟三弟 在 你们两个 速去玉泉山把那一万兵马调来 将这昆仑山给我团团围住 是 是 小林犬 你怎么了 小林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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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干什么呢 小林犬 没什么 过风了 我们修行了几百年 才修成人形 他就这么一会儿 就变人了 小林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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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睡在了 对 啊 我知道了 传说三所骄吞了龙珠后法力大增 一定是龙珠的威力 是笑天圈也有了法力了 怎么了 笑天圈 小天圈 小天圈 他会说话了 他会说话了 他学你啊 他学你 讨厌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成精了 成精了 小天圈 把龙珠交出来 交不出来没在我这 在他肚子里呢 好 曾经许 小天圈 小天圈 你怎么回家 夺大医院 猫 猫 猫 小天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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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猫 猫 小天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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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天隽 您没事吧 您没事吧 趁他回复延庆 快跑 他刚才不是一样的 他在了场 到我 不要走 快 走啊 快跑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地方吗 好像就在这附近吧 好像就在这附近吧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会让你们再有机会出卖我 我不会再让你们有机会 萧天雪 不遵守诺言的人就该死 不许你杀我五哥 这个家伙死得活该 但这小姑娘死得倒是可惜呀 我发誓 我发誓我再也不会出卖你们 我也发誓绝对不会让五哥再出卖你们 如果 如果违背我的誓言 就让天上的雷劈了我 这是你说的 好了 走吧 快走 快走 不行 不行 五哥 五哥 你干什么呀 我是怕万一再让大金屋给抓住 不行 我是男人听我的 你刚刚已经说过你不是男人了 咱们就看看他们藏在哪 万一咱们没地儿躲了 还好有个去处 五哥 五哥 你一定要答应我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能把他们的藏身之处告诉大金屋 好 我答应你 走 我 Va 快 快快快 来 去 进去啊 我在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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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蛮大的 我以前练功偷懒的时候 常躲到这儿 连我师父都找不到 五哥 我好像又感觉到热了 这三手胶 这牙拔得好啊 就俩的了 漂亮 五哥 五哥 躺着我 好疼啊 你松开 不哭不哭 你烫着人家 松开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们是来这儿拜师的 你看 人家是来拜师的 我问你 玉鼎这人和杨茧在哪里 不怕 不怕啊 不怕 哦 这话就不能这么问 你看我 看我的 哦 小妹妹 不怕啊 我是想问你啊 这玉鼎真人 跟杨茧是不是让三手胶 给吃了 看看 看看 这就是人证 你亲眼所见 哈哈 小妹妹啊 是这样 那你敢不敢 跟我们上天面尖玉地 作证啊 我 我要问一下我五哥 啊 问他 我去吧 刚出狼穴又入户口了 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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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就带你去 就在那洞里边 你进去 我在这儿等你 这里真的没有别的出口啊 这里真的没有别的出口吗 没有 没有 不过你们放心 连我师父原始天宗都找不到 我敢保证 那个三手胶 就算内断了腰的 都找不到这里 我已经找到了 而且腰子也没断 没有另外的出口 我看你们怎么出去 坏了 都愿你 问什么问 好了 坏了 出去去 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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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他的元气 已经恢复了至少两成 我决定了 我教你如何 控制你的天眼 去跟他打 你也有天眼 人人皆有天眼 但是没有千二八百年的功夫 恐怕磨不出来的 你有这方面的比赋 稍加指点 便能控制自如 那你赶快教我 怎么控制啊 只是我凭什么教你呢 要不你拜我为师吧 你敢做我师父啊 先说好 只教你天眼 先学我这样做 我 自须及 守经毒 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啊 你自己慢慢悟吧 我这样都可以啊 埃子 我身上全是包啊 这养的我身上全是包啊 哎呀 哎 哎 倒谢谢啊 嗯 姑娘 啊 请稍后啊 啊 大殿佳 咱们进一步说话 我刚才合计了一下 算了一笔账 你看啊 哪吒已经死了 现在呢 杨姐也被三手交吃了 已经就剩下一个杨蝉罗了 我估计吧 咱们要是把这点工具抱上去 至少可以不被免去神级 是不是 你看 想要我上天和你们作证 除非答应有个条件 答应答应 你说吧 让我和五哥成仙 成仙 这成仙这事我们说了也不算啊 那只有玉帝跟娘娘批准才行啊 这样 你说说 你都干过什么好事 我们帮她照顾杨姐 嗯 认识啊 你们这点工具 我足以当玉帝和王母 点化成仙 似言诧异 点不点化 那是他们的事 那如实禀报 那是咱们的职责 大殿下 我看 这样 您呢 留在这继续 捉拿三手就 我带着她 面尖玉帝 受累了 要去 都一起去 你别这么冲动好不好 那好 你先安排一下吧 我带她先走 啊 在南天门等你 最好不要误了事 我要上天去面见父皇 你们无论发出什么 都不要轻举妄动 等我回来再说 是 大哥 是 大哥 别怕啊 有我呢 走 任何法术皆由新生 心有多大 法就有多大 现在 让你的天眼回到你的心里 怎么回啊 不知道 积蓄你所有的力量 融于天眼之内 孤注一掷 通过你的天眼 释放出来 一定是三少礁 走 大哥和天天人帅都上天庭了 我看 不要自动武刀 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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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ped 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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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要十二个时辰 不行 必须阻止他们 怎么了 怎么了 来了来了来了 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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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远旗恢复之前很难治住咱们 他在恢复远旗呢我们还有点时间 我刚刚在想啊 为什么第二次使用天眼的时候威力没有第一次那么强 为什么 是啊 为什么 也许是第一次孤注一掷心无杂念 第二次却一心想击败三手交 法力没有办法完全释放出来 修炼 炼就是为了要收放自如的去控制有或无 是不是 说得对 我明白了 为什么有时候我也能在无意这件事放出法力 而当有意想那样做的时候就怎么也放不出来 嘿 这么复杂的问题我都能想明白 我预顶真是他太聪明了 既然你都想明白了 那现在一定有办法击败他了 这个恐怕还是不行 为什么 平道虽然自幽跟随原始天寸修行 各种典计各项法术的修炼要诀 无不了然于心 道背如流 可惜懂得太多以至于一事无成 你不是因为懂得太多才一事无成 是你把心思都放在记上没有放在误上 对啊 能记那么多已经好不容易了 哪有功夫去误 那你不要贪多啊 找准一门把它误透 你不就有所成了吗 我师父也那么说 可我不信 为什么 因为你初本上没写过这句话 你把它写上去不就有了吗 我写的也算 书上有的不见得都有道理 有的道理也未必都在书本上啊 对啊 对啊 说得对啊 我预订真人要出一部书 哎呀 这么复杂的问题我都能想清楚 我预订真人真是太聪明了 你预订真人 你也配 这小日误性倒是挺高的 对了 光有天眼 恐怕还是对付不了它 这样吧 我把功夫都教你 你找准一门 把它误透 把它练经 然后就能 哎呀 这么复杂的心机都被我看出来了 哎呀 我预订真人才聪明了 哎 嘿嘿 哎 你找什么呀 这些道理都太精辟了 我得把它记下来 撿到我的书里 哦 天上一天 地下就是一年啊 哦 这天上的云 怎么好像不动啊 再动 只不过它动得慢 你在下边 看不到 有多慢 你的心 在下面跳 三百六十下 而在上面 就一下 哇 那受得了吗 是有点不舒服啊 像我一样 深吸一口气 这样啊 好了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哎 没事没事 吸气 哎 时间 哦 往里吸 哎 好了吗 哎 我现在吸的 是天上的气了 对吗 没错 哇 这底下的云 走得这么快啊 快 假如说啊 假如啊 嗯 假如说你在下面生个孩子 在上面待个三四个月 嗯 等你下去的时候 那孩子 嗯 如何 接一杯 嗯 哈哈哈哈 呃 呃 在呀 二位 你们的班啊 辛苦啊 辛苦 等等 干什么啊 廷锋元帅 这位是 重要的证人 要去拜见玉帝的 那跟你说你懂啊 要不咱们去那儿 等我拉进屋 王母和玉帝很凶吗 怎么 怕了 没事 只要你不犯什么错 他是不会怕你怎么样的 哎 可是 我有些话没有说 不知道算不算犯错 什么话 他们是被三首交给吃了 但没死 歇会儿 哈哈 哈哈 这话 这你 你我知道就行了 千万先露出院 小娘 你就活不成了 那要是玉帝和王母问呢 问 你就说 确实是被三首交给出了 那 吃的是干干净净净 那 连骨头扎的都没有 那 说 我 那不是骗玉帝和王母吗 你要知道他们这些人 他就喜欢听广广 嗯 那我听你的 嗯 嗯 蹲一下歇会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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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虽然歇会儿 多虽然歇会儿啊 你是亲眼看见杨检 被三首交吃掉的 亲眼看见的 吃得干干净净 连骨头都不剩 哪吒和杨检佛法了 剩下一个杨禅就好办 娘娘所言极是 那杨禅法力低微 依小神之剑 可让大金屋带领五万天兵天将 去捉拿杨禅 哈哈 小神嘛 独领五万兵马 去捉拿 三首妖娇 准奏 就按你说的办 谢陛下 对不起 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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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ين 来